早上好呀,战狼哈士奇 昨天有好多朋友给你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呢 什么二哈,小奶狗,二狗子,狗腿子等阶级七的名字呢 狼王,给你叫这个名字怎么样呢 哎,你怎么尿了,难道是不喜欢吗 既然你是狼王,又是二哈的祖先 那么就暂时叫你战狼二哈吧 朋友们,如果还有好听的名字 可以随时告诉老弟哟 吃吧,小伙伴,这是奖励你的 今天咱们得出去狩猎,然后返回老家了 真怪呀,战狼二哈 走吧,咱们回家狩猎咯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是个狩猎的好天气 我在河边发现了小山羊 战狼二哈,上啊 是时候开始你的表演了 因为没有环境污染 这里气候宜人,各种生物种类都繁衍得非常好 它们以捕鱼狩猎为生 形成了良好的生态食物链 战狼二哈得胜归来 看起来应该是成功了 果不其然 我在小河边发现了今天的第一个战果 这下回去总该有交代了 塞拉和我以及战狼二哈都不会饿肚子了 来吧,小哈士奇 这是你的第一个猎物 咱们得好好的留念合影 这是奖励你的 真是乖巧的战狼二哈,太可爱了 嗯,好乖啊 把你带回去 塞拉应该会非常喜欢 取下兽皮皮革 用它们可以制作帐篷 抵挡风寒 又发现一只 这只大树下 有一只山羊在乘凉 二哈,看你的了 呦呵,这个小家伙 跳得到它蛮高 不过它也很难逃过命运的审判 物精天泽 适者生存 二哈干的不错 再奖励你一块 今天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 看来收获应该非常不小 经过二哈的不得努力 我们又捕换了一条山野路 嗯,非常不错 这是一只小的 现在背包都可装不下了 二狗子,来 这是奖励你的 今天你可算吃饱了 咱们也得满载而归 返回老家了 真听错 你可真是一只闻顺的狼王啊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咱们也是时候返程了 这是之前的占卜大师 我为他搭建了一个兽皮帐篷 现在他可以为我们温家人 提供更多的帮助 今天的打猎收获不小 身上的兽皮还有很多 我得回去给塞拉再建造一个小屋 嗯,这里面非常不错 人口逐渐多了起来 都是我们温家人 在这个位置可以建造塞拉的小屋 希望能装扮得精致一些 毕竟人家是女孩子 材料刚刚好 这个小账坊看起来不错 既能遮帮挡雨 又能遇寒 抵挡野兽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塞拉 这下他再也不用坐在洞穴里边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外面愉快地生活了 为了感谢老弟 塞拉把他从武当人那里夺获的棍棒送给了我 希望和我一同抵御武当人的攻击 这棒子就是武当人的武器 看起来应该不错 由于我们建造了营地 估计这篝火肯定会把武当人引过来 不管明天他们是否会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老弟我绝对能以一抵白 痛击那帮武当人为我的狼王报仇 野人有野人的孤独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孤独 不如让我们一起面对它